10月份深美国小营养午餐事件 市议会一直非常关心 而基隆市卫生局已经公布检验结果是 无法判定为符合食品中毒事件 市长谢国良也说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检验结果 这一次的检验报告出来 是有几个孩子有呈现懦弱病毒 那没有办法来确定 真正食物中毒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事实上有六成卫生福利部所报出来的 这个数据里面的显示 有很多的食物中毒 最后都找不出实际的原因 那本府对这样的情况也很了解 那我们目前为止 其实还是会继续努力的 来让我们的食品安全 更稳定更稳健 那我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择几天 去第一线的学校跟校长共同来努力 市长也强调 目前没有后续相关处分计划 会尽量努力打造好的食安环境 而对于市议会关心因为这件事下台的前教育处长刘美兰 以及深认为教育处代理副处长徐燕丽的人事案 谢国良表示更换前教育处长不单纯只是这次升美国小营养午餐的事 而是还有其他教育处里面的事 至于升任徐燕立委代理副处长 也是在这次事件之前就决定了 那但是教育处长的离子其实跟我们的一些其他处里面的一个原因也有关系 不是单纯因为这个食物中毒事件 那就像我们讲的就是当初代理副处长决定的时候 公文甚至公文发布的时候 这个食品安全事件就是疑似食物中毒也没有发生 所以我想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教育处的业务跟其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议题来把它做好 谢国良也不忍心的透露 徐燕丽代理副处长请假没有到市议会开议 是因为他罹患癌症正在医院进行化疗 因为最近罹患癌症所以正在进行化疗当中 那议会的同仁也都知道这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以一个副处长必须要请假 然后时间上也不算两周以上 也不是一件小的事情 那所以我们也很重视这一点 所以我们有很详尽的告诉了所有的议员 他的病因跟他现在在做化疗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还是希望议会的先进长官给病人多一点点的时间 让他能够恢复 我想我对他的恢复还是有信心的 恢复好后我相信就可以回到职场来继续工作努力 对于有市议员认为等到许愿力康复后 应该请他到市议会针对深美国小 这次营养午餐事件进行专案报告 谢国良表示非常好啊 也希望议员们再给这位外号严重优秀的代理副处长 许愿力一点时间 专案报告非常好啊 我想没有人会对这个专案报告有抗拒或者是想要拖延 生病都不是大家需要的 更何况是要做化疗的病情 所以请议员们再给他一点时间 那他一定会好好的来跟议会报告 我们想要做的国际合作业务等等 不按照议会的体制 主报告人还是我们的代理处长 副处长就是做他的应尽义务 我们这位严重优秀的这个代理副处长 这个编号是 封号是民进党的议员们给的 那他会尽他的努力做好他的工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